下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种形式的渐变 叫做镜像渐变 也就是radial gradient 那么radial gradient和linear gradient的区别是 radial gradient定义的是一个放射状的渐变 那么这个放射状的渐变是定义在两个同心圆的基础上 而不像linear gradient一样是定义在两点之间的 所以有了linear gradient的创建基础 那么学习radial gradient就变得非常简单 radial gradient也是要使用两步来创建 第一步使用一个叫做create radio gradient的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参数将传入六个参数 这六个参数一起来定义了两个圆环 那么前三个参数x0 y0和r0定义第一个圆的圆点坐标和半径 而后三个参数x1 y1和r1定义了第二个圆的 圆点坐标以及它的半径 大家可以想象整个镜像渐变就将发生在这两个圆之间 那么第二步和创建linear gradient是一样的 在我们刚刚创建好的这个镜像渐变的样式上 添加color stop即可 相信如果大家真正的掌握了linear gradient 现在看radial gradient是非常容易的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首先请大家看这个代码和刚才实验linear gradient非常类似 只不过在这里我使用了create radial gradient 那么在这里传入了六个参数 这六个参数分别是400 410是定义在这个画部中心 并且半径为0的一个圆 那么也就是一个点圆芯这个点 那么第二个圆的参数我填写的是400 400 500 也就是从400 400为圆芯以500为半径的一个大圆 这样我就定义了从一个点向外辐射的一个镜像渐变 之后我在这个镜像渐变的对象上使用and color stop来添加了五种不同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 从00这个点向外辐射镜像的渐变 那么在这里我也可以把这个内圆的半径设成一个非0的值 这样就真的是从一个圆到另外一个圆的镜像渐变 大家可以看此时程序的效果 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部的中央会产生一个100像素的圆 这个圆是白色的 实际上就是镜像渐变开始的颜色 从这个圆向外进行镜像渐变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边角的地方是黑色的 事实上这些地方已经超过了500个像素 那么之后使用的就是结尾的颜色 也就是黑色 这些注意事项实际上和LinearGradant是一致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动手做做实验 看看采取不同的参数镜像渐变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学习了镜像渐变 我们可以再试着改写一下我们绘制星空的代码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只是把SkyStyle从之前的CreateLinearGradant 改写成了CreateRadioGradant 那么在这里头传入两个圆的参数 第一个呢是converse.vis除以2和converse.height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点是位于画布的下边缘的正中心 圆心为0 也就是从这一个点开始向外进行镜像渐变 第二个圆的参数 圆心仍然是这个点 只不过半径变成了converse.height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从这个点出发向外扩散的一个镜像渐变 相信学习了LinearGradant的基础上 镜像渐变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具体在自己绘制图形的时候 什么时候使用线性渐变 什么时候使用镜像渐变 还是需要根据需求来定 具体到这个星空的代码 也看大家不同的喜好 合理的选择线性渐变或者镜像渐变 来让自己绘制的图案增加更多的立体效果 相信能为大家的作品增色不少